在这位邹文怀向新闻媒体发表的声明当中啊 说得很清楚 说在晚间李小龙死于自己的家中 当时呢他的妻子琳达守在他的身边 你看人家时间地点人物三个主要线索都起 看起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但是还是有可疑之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 就是李小龙究竟怎么死的 大伙都知道死之前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怎么这大活人昏睡就不起了呢 自然死亡煤气中毒让人给暗算了 一时间呢所有人都想变成福尔摩斯 搞清楚这背后的原委 在各种推断当中很多人都认为 李小龙啊是炼功过度而亡 因为实话说李小龙是一个对武术很痴迷的人 不管是武术界娱乐界 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呢武术界也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这炼功啊您炼得差不铃 对身体有好处 你炼得太猛 炼功不得法 会损害身体 甚至于暴毙而亡 走火入魔了 那么说李小龙会不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武艺 过分辛朗导致最终承担不了如此大的负荷 而崩溃毙命的呢 不能完全解释李小龙的死因 那么这个身体 咱说解剖之后啊 胃里边肝肾这样的器官 马上送到实验室进行化验 等待结果公布之前 各种猜想也是铺天盖地地袭来 很多人说李小龙肯定他不是自然死亡 是有人故意谋害他 那么谁有能力谋害人家 功夫之王 能杀得了他 实话说 这肯定不是一个泛泛之辈 所以媒介也好 观众也好 就把凶手锁定在了同行之中 为什么说大众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1967年 李小龙在美国创立了节全道 此后永春派的有些师兄弟们 渐渐疏远了他 认为他是永春派的叛徒 甚至还有传言说 郑和败在永春门下的人 在入门前都要踩过李小龙的相片 其实和传闻中的秘密门派不同 永春派是一个松散的武术流派 并不存在所谓的掌门人 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态和规定 也就不可能 要求门人做彩相片这种事情